大家覺得科技產品是什麼呢 講到3C 你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是理工宅 還是看不懂的規格 CP值 其實現在時代變遷 科技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3C產品的購物環境 有跟上這樣的趨勢嗎 近來啊 三更生活的三樓迎來感動 全新貴味登場 就是希望能讓大家感受到 科技生活的各種想像 在體驗室的購物環境裡面 用科技產品來彰顯自己的品味和風格 也因此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 懂3C科技又有品味的嘉賓 要帶大家來搶先觀看 全新的賣場環境 歡迎科技全獨一無二的 宇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宇恩 歡迎宇恩 我是資深科技的懶貓 我是科技萬貌學的阿珊 阿珊 你好 各位未來生活提案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宇恩 目前呢 是一位全職的自媒體 然後在我的YouTube頻道呢 會常常分享一些3C科技的好物開箱 一些科技趨勢的看法 以及日常的旅遊啊 或是夫妻日常等等的 在IG跟Facebook也都可以找到我 我們開頭提到我們三樓全新貴味登場 當然我們今天要請到一位 有品味又懂3C科技的嘉賓 超級期待的 因為其實我跟三創算是有蠻多點點第一的回憶 我還記得我上一次來 有摸到一個很酷的音樂智慧眼鏡的產品 我們這邊什麼不多 就是這種酷酷的科技產品特別多 那這是開放之前的 今天呢 我們要透過宇恩的視角 來一起回顧一下三創過去的點點第一 同時呢 讓大家知道 宇恩跟三創有哪些演員 GO 那宇恩開頭的時候你提到說 其實你跟三創之前有不少恩怨 沒有啦 還沒回憶啦 你第一次來三創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應該在三創剛開幕不久就有來逛過了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男朋友 就是我現在的老公 家裡其實離三創住得非常近 然後那時候是有聽說光華商場周圍開了一間 也是主打科技產品 然後同時又有很多各式各樣商品的一個數位園區 我就覺得 聽起來好酷 台北竟然有這種地方 就抱著好奇心在開幕後不久就有來逛了 好 那宇恩 我這邊要考你一個問題 你叫三創的三創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查過耶 創新創意 還有一個 創業 創新創意創業 這個詞是來自於石丹普大學的一位教授提出來的 其實當年三創在創立的時候 這個概念還蠻紅的 蠻流行的 然後不少的教育機構大教員小 其實有設立相關研究部門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這樣的理解 創新創意創業的理念 那我覺得三創算是蠻有落實到這三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創新就是很明顯 這個園區建立起來之後 替整個光華商場周圍 氣氛又更活絡 然後更新潮了起來 過去可能大家如果有逛過一些科技的賣場 雖然你在那邊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可是你可能要花上大把時間 因為它的產品很多 然後分類很雜亂 但是我覺得三創它就是整個 櫃位分得很明確 空間是很寬敞又明亮的 我之前一直很想要買熱壓古斯基 我也在三創的二樓就是逛了很久 那老公說你不會煮飯 你不會用 你不要買 那時候還有什麼蛋黃哥的樣式 然後比辣素的 然後所謂的創意是因為它裡面 一樓有很多那種零零活動 拓展更多的不同的消費者 然後創意就是因為有創業才有這棟 所以三創有 三創育成基金會 新創公司做化學 其實也是鼓勵創業 剛才這樣聽起來 宇恩其實來三創制度應該不計其數 你來三創有沒有發生過什麼有趣的事情 前份工作的關係 有當過Sony Mobile還有Anchor的一日店 這邊我其實上網做功課 我查到很多過去的宇恩 2017年的時候 三創生活園區兩週年慶 三創之前做自媒體內容的時候 宇恩其實有來我們這邊拍這個節目對不對 那時候我還記得那個節目叫 今天唱什麼 好像我還參加過兩次 一次是介紹寵物相關的智慧產品 然後一次好像就是IoT的智慧家庭的產品 印象比較深刻 跟三創更緊密的連結 其實是在我去年自己離職 然後獨立出來經營自媒體之後 收到有君選物的邀約 擔任他們的一日店長 因為也算是跟自己的團隊 第一次接這樣子的活動 很有意義 感覺一定很不一樣 對 而且那場我媽媽有來 然後她就都在台下這樣子 用手機幫我記錄啊 她是我女兒啦 我媽很熱情 就是因為我們會有一些QA的環節 她就會一個舉手 她不管出招答案 她第一次 然後結束之後 她也給了我很多的回饋啊 或是鼓勵 所以我覺得很溫馨 然後也很開心 這些事情是在三創發生的 就是可以記一輩子 我今年母親節的禮物 也是在三創買的 我買了那個按摩金整個 所以你是很浩花人吧 隨時想來就來 那原來你來三創買那麼久了 那你有感覺到 三創這些年來有什麼變化嗎 我覺得三創給我的感覺就很像是 如果我今天每天都跟相同的朋友出去 你當然不會覺得說 她今天有哪裡不一樣 可是如果仔細回想 從拍幕到現在 我覺得真的是變化蠻多的 覺得領域擴展的範圍變很大 更多更知名的品牌 其實都進駐進來了 不只科技產品 什麼眼鏡啊 或是團隊夥伴很喜歡來逛玩具 然後我老公還來 還來買公仔之類的 其實現在都有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 更多年齡層的人都可以來 沒有錯 其實三創這些年來的改變 就是希望讓生活的不同想像 然後不同需求的人 都可以來這邊找到他需要的東西 其實三創啊 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會稱呼這個整個地區 希望打造成台北秋葉原 我第一次聽到 你第一次聽到 我好像也是第一次聽到耶 可是我覺得三創帶來的氛圍 的確是不一樣 然後之前網路上其實有一天文章 供大家做參考 是來自提克方的國寶大師李文恩 我記得起來的時候 所以你覺得三創的總是不一樣嗎 有啊 這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秋葉原其實名稱是很強的 大家就會覺得說 哇 台北是不是也要有這個地方 可是這些年過去 我發現三創手術的 是更有質感更豐富 他跟生活化的 的確跟絕對蠻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他也是符合 因為台灣人台北人 更喜歡生活的風格態度 那羽恩在你心中 科技產品之於生活 在這些年 他的角色怎麼不一樣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很明顯有發現 現在科技產品 大家對他們的依賴都是越來越高的 近年來 IoT非常的夯嘛 各種產品 只要他可以連上網 基本上你都可以透過你手機 或是各種裝置 那種一鍵就遠端操控 可以讓我的可能生活變得更有效率 或是我的更優雅更聰明 那我覺得三創就是 搭起大家 實現這個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橋樑 因為我其實影片拍商的產品 那大家可能會想要知道 他們真的適用的感受 會是怎麼樣 來三創 對 所以我就會跟大家說 大家可以去靠櫃 就直接使用看看 那我覺得三創就是 因為他的品項真的非常多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真的可以來三創 然後實際的動手摸摸看 我自己最近下來 其實發現三創不只是把產品展示出 對 就是他的裝潢跟他的空間 其實有一起打造 適合這個產品的一個風格 對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說 你期待的生活樣貌 對 然後原來其實因應我們三樓 全新各位的登場 我們這次三創有拍攝了一支 全新的形象影片 然後麻煩有品味 又懂3C科技的 宇恩 來幫我們過目一下 其實剛剛第一幕有被嚇到 現在是有一個攝影棚在三樓嗎 欸我不迫 不迫 你看了就知道 因為我去年的時候 有想要買DJI的穩定器 所以為了來過DJI的貴位 我剛剛從影片裡 因為藍地桶好像不一樣 你再不來你就不認得 你剛剛從影片裡面也會發現 各個年齡層真的都有 讓大家跨越那個年齡的隔閡 會覺得說 你在這邊什麼事情都會實現的感覺 哇 你是影片企劃吧 哈哈哈 不好說 接下來就要進入到重點的環節 就是我們要帶圓一起來逛逛 全新貴位登場的三樓 好 是如何 OK 我發現整個DJI的貴位 變得很喜歡 對 而且很有時尚感 就這樣透明 然後流線型的玻璃這樣進去 讓大家會想好奇裡面到底是什麼 這個就是 我剛剛看到的攝影棚嗎 對 這邊是鄭成的櫃位 大概應該蠻熟悉的 很熟很熟 因為如果有在聽Podcast 應該一天都有在聽 噢我的乾爹鄭成 現在的這個櫃位也是 鄭成全台灣第一個實體的櫃位 對 然後他們其實標榜的就是 他們實體櫃位的產品 跟線上是可以同步的 噢 而且他們的櫃員都有受過專業的訓練 所以你任何專業器材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詢問他們的櫃員 我覺得我們就一起進去觀看 好 看一下 所以現在是一般消費者 真的可以來這邊 然後實際使用牌照上傳 就有機會抽Go-Cross嘛 對 對 我剛好最近要拍形象照 請問這邊朋友出租嗎 沒有 但是你隨時來都可以用 真的喔 任何人都可以 噢 哇這邊簡直就是Podcast間耶 對啊 這邊之後會陸續做活動 那現場的這些機材 也都是有在做販賣 對 而且這邊是任何一個客人進來 他都可以直接在這邊試用 那像這個的話 他就是一個非常適合 男人錄Podcast的機器 一個人在家就可以做完所有事情 我們現在要拿一點點 歡迎收聽 哈哈哈哈 他這什麼音效啊 好像在摩擦一個東西的感覺 噢 刷碟 刷黑膠的那個 欸自己一個人不可以自得其樂耶 這台是Aputure的AMRAM300C 它就是CP值高功能完整 要進入這個創作的領域 這台可以說是一定要考慮一下 對 因為它可以到300W 然後它很特別 它可以做RGB的效果 如果說我們今天是一個工作室 做一些創作的時候 它有RGB可以使用 它就可以很活 但它騙大家應該都知道 好的燈值 嗯 就是成功的一半了 對 哇 Aputure他們家最厲害的就是他們的APP 對 我們家也是用他們的燈具 那Aputure就可以直接控制那個RGB的介面 它還有很多什麼狗仔隊的燈效啊 那會自己打狗仔的燈 然後說不要拍不要拍 對 我有演過就請進去 大家可以看我的REOS 因為我覺得如果大家本來就有想要添購一些 不管是收音設備 或是燈光設備 你們可以現在家裡面可能線上先看好 然後實際到三創裡頭這個正常的門市體驗看看 可以確保你要的產品跟你的想像是一致的 那我現在到哪裡了 莫子科技 我跟莫子之前有合作過開團購 他們的那個行動電源真的很好用 我們辦公室也是 是不是 一定要人少一台 那我下半年還會有他們的新的團購商品 大家可以在家 啊這個好可愛喔 是不是 我真的看到這個超可愛 因為我家有一個固定的 這個會動很讚耶 這個是Mostec的懸浮月球燈Pro 而且它下面可以當那個無線充電 我覺得很適合放在床頭櫃當小夜燈 剛剛看到這個也蠻好奇的 超厲害的 我都說它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照亮回家的路 全關啊停車場燈 如果裡面沒有裝置那邊的話 這個打開然後在感應的地方它就會有 即使家裡有養寵物 像我養貓 貓經過的時候我就知道它來 它裡面帶電池充電以外 可是還有磁吸工 因為有些家裡面裝潢是百萬級的那一種 它不想要去打洞 就是把那個磁片的話 黏著上去之後它就會吸 到這個就是什麼時候不能用啊 什麼時候? 7月17日 啊啊啊啊啊 然後後面就是大家熟悉的 心動電源 明星產品啊 滿多人都會擔心說 這個心動電源到底能不能戴上飛機 超過一萬人也是不行的 這個我們有測試過 戴上去飛機下來都沒問題 它還有一個很好的貼心設計 這個東西 轉接頭嗎? 對 我們一般如果接萬國頭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把這個插座翻開 對 頭才能插上去 好 老闆的治理名言 用加法的設計來剪法的使用 不用搬插座 直接滑上去 這個超棒的 開始陸續可以出國了 所以大家先背起來 手遊最怕什麼? 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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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老闆他也是一個重度的手遊使用者 哇 真的是什麼? 金門充 哇塞 然後前面他這邊 真的 然後前面有燈效 它是有磁吸功能的 對 有磁吸功能 會直接吸上去之後 它裡面有一個智能晶片 會幫你的手機溫度降低 5到10度左右 還有快速增減食物的功率 你就不用擔心說 達到一半 啊 死定了啊 過不了關了 就沒變了 老闆的所有設計理念 都是希望把大家所想到的這些功能 做在它的產品裡面 這才是它的用意 我們現在是在 Pula Master Pula Master 這一個大家一定會停下來看 哇 這顆蛋是怎樣啦 這顆蛋是怎樣啦 大家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這一台就叫OPEX對不對 這是真的有在做販售的 有 有在販售 是控制你螢幕高低的一個暗暗黏 這一個啊 是控制你椅背的兩顆 這是椅子的前後 然後它下面有個腳靠 喔 OK 欸 這邊還可以無線充電耶 欸欸欸 這邊的話是 這邊有可以控制燈光的暗黏 它這邊上面全部都有 對 哇塞 這在這裡面沈浸感很足 因為喇叭直接這樣子打下來 這感覺會宅寶 我不會讓我老公進來這一次 不瞞大家說我下禮拜要重考架 你知道嗎 哇 逆向 逆向 是我逆向嗎 是我嗎 我相信你考得過 他們近年來就是也有推 電競椅 人體工學椅 我滿推薦 Hybrid One 它的話比較特別是 它雖然是電競椅 但是它的椅環是比較斑 不會像說一般電競椅 有那種比較局促的感覺 壓迫的感覺 你們家還有一個更酷的椅子 這張是目前在慕斯中的椅子 它是結合到4D的一個技術 叫Debus Motion One的產品 像是看4D電影一樣 椅子都在正耶 真的假的 比較大的那種爆炸聲 它椅子在往後傾 今天我一直在突破我的認知 正成不就麥克風嗎 然後cooler message不就主機殼嗎 不是 我們一定要親自走訪到三窗裡面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在的貴位就是 Backbone Collection Backbone原本在五樓貴位的話 是我們公司之間的產品這樣子 這邊collection主要是我們公司 代理的一些產品 有點像是一個選物店的概念 這邊就是也有電用升降桌 然後也有香氛的品牌 義大利的家具這樣子 這一張桌子是 就是你講的升降桌是不是 對 它是來自丹麥的品牌 它的畫就是 是用雙色的桌板去做拼接 很少看到有這樣雙色拼接的 對啊 很可愛 它的畫是有四段的 好可愛喔 所以如果我今天可能坐累了 我想要工作站一下就可以這樣 欸這個撥下來會好 那一天消失 但是我們香棍的話 它是美國紐約的牌子 然後這個的話 它就是大馬士格玫瑰 對它也是一樣是花香 它比較甜一些 它還有色香跟雪松 對 我跟你說我只要聞到 好聞的香水 裡面都一定有雪松 我覺得有這種場日很棒耶 你可以先有一個想像 這叫說家裡可以怎麼樣佈置 會比較有這種感覺 沒錯 哇 意猶未盡啊 我剛剛不是在想說 如果要不是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快一點的逛到結束 大家是可以好好花個半天 或是一整天來這邊逛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覺得來三創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你可以實際摸到他們 而且如果你對產品 任何有不懂的地方 其實現場的工作人員 是真的都很專業的 真的啊 聽到我自己都覺得我是懂得啊 我去逛的時候 我懂啦 不用逛結束 可是剛剛我實際體會到 就直接帶著你用 我覺得這一次在三樓改裝之後 整個生活感氛圍提升了蠻多的 因為過去可能三樓是 比較天工具面上的嘛 就是你今天已經鎖定好 就是要買什麼 然後直接來現場買了直接走 但我覺得這次是結合了很多 生活層面的應用 可以讓你知道說 這個東西擺在你家裡面 它可以實現成一個樣子 大家真的可以來逛逛看 我覺得會顛覆你們過去 對於可能比較生硬的一些科技產品 比方說剛剛那個彈型的電競場 一般可能都覺得在展場上才看得到 但是實際在展場上才看得到 然後可以自己坐著自己來看看 不用排隊 目前不用排隊 我們這次的重點其實就是 三樓三樓新貴位登場 可是如果以宇恩的角度來看 你對於整個三樓或這個項目圈 你會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其實我覺得目前已經想要達到 成為台北市一個科技重要發展區域 這個旅程碑我覺得是已經有達到了 各個品牌都有進駐 然後裡面的品項成品是很多元的 甚至已經就是突破了年齡層的限制 真的矮怎樣 沒那麼好矮 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跟宇恩一起來幫我們 全新貴位登場的三樓 真的是大開眼界的感覺 其實每次有來賓來 我覺得都可以讓我們 這個每天在三創工作的人 對三創有另一個角度的認識 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點在思考說 我們這次三創改中 然後想要傳達給消費者的訊息 能不能好好的傳達 我們透過今天宇恩來 和我們一起逛之後發現說 好像有成功 有點自信了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我雖然上禮拜有來 但我就是先晃一圈 我沒有真的這麼深入到每個貴位 所以我才說大家真的可以花半天 一整天的時間待在這裡 會有很多新的發現 所以今天真的是 請到來賓了 宇恩真的是 有品味 然後再次也有知識 又對生活朋友想像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一定要按讚 訂閱加分享喔 還有宇恩的 大家也可以多多關注我 有YouTube頻道 IG跟Facebook 謝謝大家 那如果大家希望鄧未來 還有機會可以看到宇恩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 敲碗留言 敲碗許願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讓我的生活 隨心所欲 我的年輕是本事 新科技就是我的年紀 科技生活的第一站 三創生活 三創生活 科技生活 4 Plus